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 可能我刚才跟大家讲 你们都很有兴趣 好像人间的东西 其实师父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心情经常不好的人 教你们一个人间的方法 除了念心经之外 还有一个好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要多喝水 为什么有道理的 因为心情经常不好的人容易发火 因为气是生出来的 当你身体上拥有很多水的时候 你这种喝茶喝水 你就会有回神的功效 它会让你精神越来越提 振奋自己的情绪 然后让你明白更多的道理 所以你去看喝茶的人都会吵架 所以叫功夫茶 吃茶要有功夫 自古以来说 实际上 实际上供水就是把你的心供上去 因为心尽如水 观世音菩萨 这个水就是我的心 我表表心意 所以为什么以茶当水 在中国的水 在中国古实际上 还有一酒水 对不对 再说喝酒也离不开一个水字 所以当你能够经常用水来启迪自己心灵的时候 你的心会越来越干净 我问你们 你们的衣服脏了 你们身上脏了 用什么洗啊 水 如果你能经常保持人身体上有水分 经常喝水 你知道人体有80%是水分了 所以你看人死了之后 全部会蒸发掉 就生气跟骨头 所以人体是完全靠水分 细胞运作 完全是靠水 所以一个人 比方说出了汗太多了 是不是缺少水分 所以人一热就想跟人家吵架 对不对啊 所以多喝水 可以免去吵架 一边喝点水 拿杯茶放在边上 念一遍心经 喝一口 念一遍心经 这个时候 你保证不会吵架 这个时候 就算你先生想跟你吵架 你都不会吵架 因为你心静如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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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